大家好,我是開心果斑的魂魚園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後翼色日 很久很久以前 在海裡想了一棵大樹 名字叫做福山 這棵樹又高又出 是太陽的家 那時候有十個太陽 一起住在那棵福山樹上 這十個太陽師 十十兄弟他們輪流到天上去 明天是老大 明天是老二 後天是老三 一天一個 公雞娃娃娃一覺 他們的母親就坐著車子來接了 輪到誰 誰就坐上車子 讓母親陪著到天空去 這車子金光閃閃 六條樓拉著她在天空飛跑 到了傍晚母親又把這個太陽 送回福山樹上去 就這樣過了幾千年幾萬年 有一天夜裡太陽 隨身定 一起叽叽喳喳的說著話 喂 我不想睡覺 我想到天上去玩 是啊 我也好幾天門出去了 不開心 那麼時間才少一次天 這麼到了 還讓母親陪著太沒意思了 唉 我有個主意 明天早 不起來之前 我們一起陪到天上去玩 怎麼樣 好啊好啊 第二天 不當公雞娃娃跳 太陽水兄弟就一起離開了 胡桑樹 挨個兒上天了 這可不得了了 天上亮的蛟龍怎麼看眼睛 地上熱的蛟龍躺不了去啊 不一會兒 胡桑樹的蛟給曬乾了 地上的裝甲蛟給燒焦了 還有許多燃熱的 站不起來了 要是太陽水兄弟在天上玩一整天 那整個世界可就都毀了 這件劇情 爛太陽的父親替順知道 他很生氣 他天上後夜去教訓教訓他們 後來代表第一劇本一張公尋巨劍 和他的妻子嫦娥 一起來到了人間 後來示威射箭的一手百發百中 人間人間招了妖 又難過又著急 立刻到上街拉滿高 想嚇呼嚇呼太陽 可是這些太陽不靈不柴 這可怎麼辦呢 後來我男人挽救了我很苦難 對著一看太陽還瘦了射一劍 射到我那個太陽 上去火車咕嚕咕嚕的滾了下來 原來裡面是一隻精彩的烏鴉 這一來其他九個太陽歡樂 在天空亂跑亂燙 鬆鬆鬆鬆鬆鬆 歡迎顏色的世界 這家四個太陽 地上就不像甜甜那麼熱了 可是老闆蟹還是受不了啊 後來又鬆鬆鬆鬆 這家四個太陽 這一下哭好了 和甜甜咖啡嘗一樣 老闆蟹熱得一起歡呼起來 喝一千少去抽最後一隻 前去抽最後一個太陽 欸!劍沒有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他明明帶了十一劍劍 怎麼少了一劍呢 原來最後一劍被老闆蟹拿走了 不能再射了 要是把太陽全摔下來 大家也沒發火了 多養 要是把太陽全摔下來 整個世界就黑噗嚨噹了 剛講講不成 卻也沒發火了 後一次下了九個太陽 甚至現在只有一個太陽了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 要是把太陽全摔下來